各位鼎字妹你們好,我們開始今天的《色經》討論會 繼續講到聖靈充滿和如何得到聖靈充滿的 歡迎大家一起去看聖經 我們之前講到如何經歷聖靈 我意思不是how,是in what ways 即是有什麼方法人可以經歷聖靈,我們好幾堂都講到以卓亞書61章1到3節 因為這個經文就很清楚講到其中我們經歷聖靈的方法 好,我們請姐妹讀 以卓亞書61章1到3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看見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佬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喜樂遊代替悲哀,讚美醫代替… 你讀我們那裏,就是讀我傳的資料,不是那張文章 因為那張文章是簡化了的 好,我再來 以卓亞書… 第三節,第三節就讀得了 好,第三節 《刺華官與刺…於石岸…》 int視华官與石岸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喜樂遊代替悲哀 讚美醫代替憂傷之靈 使他們稱為公義庶 他是爺惡華所哉的,叫他得榮耀… 好,謝謝你 我們之前已經講了第一到第二節 我們就不重複,因為這裡也講到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會做什麼工作,並且猜獻我們去做什麼工作 很重要就是,這裡可以說是舊約的一個大使命 我們就說,這裡可以是舊約的大使命 就是猜獻神的靈感在我們身上 猜獻我們去傳好信息,然後也包括心靈的醫治 這個真的比較特別的 因為有很多人對於舊約的觀念 裡面有很多的律法和審判的說話 其實舊約不只是律法和審判的說話 其實有很多很多恩典的說話 不過有很多人沒有想到在舊約都會講到心靈醫治 因為這裡所講的是心靈醫治 去醫好傷心的人 那就是說,神都是關心那些傷心的人 那些被捆綁,各樣東西捆綁的人 即是在舊約、新約,神都是關心那些人 以及施恩的一年、恩年 以及神伸張正義報仇的日子 以及安慰那些悲哀的人 好了,接著就是 似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那這裡為什麼說華觀呢? 其實從字面我們都會明白的 那大家去思想一下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似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那意思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誰知道 誰知道 比如你有一個意念 怎樣回應,你都可以說的 賜給他們光彩、榮耀 那當然是死亡的 是啊,沒錯 就是說,灰塵 代替灰塵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是灰塵呢? 悲哀、暗悔、痛苦 是啊,是啊 就是他們在灰塵中活著 是很不開心的狀態活著 然後神就會叫他們 像一個華麗的冠冕 就是成為一個榮耀的人物 這個就很特別了 這個世代都有很多人是 是憂傷的嘛 悲哀的人嘛 他們的生命可以說很破碎 和很痛苦 而這裡就說到他們是會 戴華觀 是一個榮耀的身份 那在聖經有些 什麼經文可以記得的 說到神給我們一個尊貴的身份 大家有沒有一些印象 你想到一些印象可以說出的 就是我們有些什麼尊貴的身份 聖經裡面有說到 詩編921篇 他說 他若求過我,我就應找他 他在急爛中 我要與他同在 要答求他 使他尊貴 嗯哼,OK 對了 這裡說到一個尊心 因為他尊心愛我 神就會叫他成為尊貴 聖經在新約也說到 我是被簡選的族類 聖結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君尊的祭師叫我們 宣揚那趙我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們是有個尊貴身份的 而這段經文是很特別說到 我們可以戴華觀 就是完全成為一個很尊貴的人 那這件事我們是需要 就是都可以說給那些 憂傷的人聽 當你得到醫治的時候 神可以叫你好像戴著華觀 神所給你的華觀 是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因為神的心意就是 叫我們每一個都成為尊貴的 好了,喜樂由代替悲哀 這裡就說到我們基督徒可以有喜樂 其實基督徒喜樂有兩種 為什麼有兩種呢? 有很多人一信主 已經覺得有喜樂的 或者讚美神 立刻覺得喜樂的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會有的 另一個就是聖靈充滿的喜樂 聖靈充滿的時候 那種喜樂 湧流不適的 不過很多人就不太接受這件事 就是他接受 就是小小開心就很接受 但是如果很強烈的喜樂 他們就覺得是失控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答他呢? 因為他們說失控 有沒有人想回答? 就是譬如有人說 你們喜樂的時候有些失控的 那我們怎麼回答他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 其實我特地叫你回答 好,好 我想叫你回答一個原因的 就是想你想過 想過你會深刻印象一些的 OK,好,請回答 好的,請回答 好,謝謝你的分享 這個就是果效 這個果效 除了這些之外呢 也是叫人 更加感激神 愛神 會遵從神 這些果效 還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除了這個 你所說的是對的 還有其他方面我們可以回答 你有沒有人想到? 首先是你自己怎麼看 如果你自己清楚 你反而明白他們是不知道 就明白 這樣 他說你失控的時候 首先你要知道 我是有先知的靈可以順服先知 我要停就停的 我不是失控 我不是盡情 我是盡情 這個神配得我盡情去敬拜 OK 我用手用不得的 就是表達那個盡情 大衛那個盡情敬拜 給米甲去興致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分享一下 OK,好 你那個字眼 就是答覆了你的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停止的 我們不是失控的 我們隨時可以停止的 其實聖靈中的經歷 是可以停止的 不過有些人他選擇不停止 他選擇繼續享受神的同在 這個不代表他是失控 只是他選擇這樣做 我也知道有些人 他特別享受那種自由 我自己都會這樣說 所以在聖靈的聚會 是應該解釋給所有來的人 除非那個是完全是內圈的 就是那些人全部都經歷過聖靈的 明白這件事的 解釋過的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 封開的聚會 我自己就覺得 是需要向人解釋的 就是我每一次 如果我在我的聚會之中 有人笑 跌倒 即是如果有一些外人在 我即時會解釋的 那我說 聖經裡面也有說到 約翰和蘇羅 當他們看到榮耀的耶穌 他們都跌倒在地上 所以我們看到神的能力 可以叫人跌倒 而聖經有說到 聖經有說到 聖靈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 即是神可以賜給人喜樂 而這些人喜樂 他們是很享受 很感激神 很歡喜神的 就是我會解釋的 但是我去過有些聖年聖會 他們不解釋的 就是他們只是 那些人是這樣經歷 並且有些人 就完全沒有想到 其他人的情況 他就會一直很放很放 那他有些行動 很明顯是他自己想做的 譬如有些人會跳啊 跑啊 那這些不是一定要做的 那我又不反對他做 不過問題就是 在聚會裡面 那些人 那些人是不是明白 他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 就是需要 去管理自己 因為 我們可以怎樣呢 就是我們 控制我們的外面的彰顯 但是我們不要控制聖靈的臨在 譬如我自己為人祈禱 我可以一直笑也可以 但是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否接受 所以我不會一直祈禱 一路笑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答案給大家 如果有人說 你們失控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這樣跟別人說了 就是告訴他們 其實不是失控的 是我們可以選擇怎樣處理的 然後呢 然後呢 讚美以待 在憂傷之靈 就很多人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 就是 他們在憂傷之中 神呢 神呢 就告訴我們 他可以 充滿讚美的 在詩篇二十二篇第三節 那裡說到 但是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 讚美為寶座的 就是神可以 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當人讚美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 大家可不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為什麼 在讚美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 有沒有人 可以用聖經的觀念去解釋 喂 如果沒有人解釋 我自己解釋 我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好的 你說吧 因為神說 聖經說以神為樂 我們以神為樂 那時候我們自然就會讚美 那就真是 是 OK 我問你的問題是 為什麼 讚美的時候 神的同在會加強 這個人生命會改變 為什麼讚美神會帶來 益處 我想說 那個問題是 為什麼會有益處 為什麼會令到人會喜樂 取代憂傷之力 因為讚美的時候是有能力 OK 為什麼有能力呢 因為讚美神是我們生命的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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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非常好 是 是不是想答一下這條問題 因為讚美的時候 其實因為讚美的時候 其實心中同時間很歡喜神的 很想邀請神同在 所以神的同在會更加強 還有啟示錄有說 就是神以祂自民的讚美 作為祂的寶座 還有我們應該以讚美進入祂的園 去敬拜神的 所以應該一起從讚美開始 是的 是的 詩篇22篇3節 但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力的讚美為寶座的 就是神是會 或者亦作居所 就是神是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的 所以當我們讚美的時候 神同在加強 加強的時候 就會 醫治我們的心靈的憂傷 也都是 其實當一個人跟神相連 聖經多處都說到 就是 親近神,神就親近我們 那我們就多結果子了 果子也包括 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 聖靈各樣的果子都會包括 我先用什麼呢? 用聖經回答 我就是想大家 學習 有些什麼問題 為什麼讚美神會這麼有益處 有些人因為他不明白的 甚至他會說 那些人呢 經歷聖靈 他們通常叫他寧恩派 那我就說 不是 經歷聖靈不一定是寧恩派 寧恩派有些教導 其實我也沒有跟從的 他們就說寧恩派 意思是 那些經歷聖靈的人 就會 整天都讚美神 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讚美 也有人這樣說 他有一個人跟我 他說 他說 他的太太 經歷聖靈之後 每天在家裡 忽然間又說 哈利多耶 那他的丈夫 就很不接受到 當然我覺得他太太不一定 要這樣做 但是很明顯 這個丈夫 是不喜歡這件事 為什麼經常讚美神呢 是很多人不明白 為什麼要讚美神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 在傳統的教會 我們不要去控訴他 但是我們 講出情況 你不要去說 你們 敬拜不夠投入 這樣 因為他們通常來說 卓詩歌 只是唱一陣 就是 唱一首 然後就停了 並且很多詩歌 就不是 直接向神的敬拜 不是用個理字的 多數是用他 很多人是教導式的 就是教導 信靠信復 慈愛 慈愛 兵無必返 若遇得耶穌喜樂 而要信靠信復 這個是教導 你們要信靠信復 很多詩歌都是教導的 教導的詩歌不是錯 不過呢 如果說到親近神 他這個不是最強烈的神的同在 所以 我們回答就是說 當我們讚美的時候 聖經說了 神用我們的讚美 作為他的寶座 或者居所 和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親近我們的時候 結出果子 結出果子 就會取代憂傷 那麼我現在回答 就是用聖經去回答 為什麼讚美這麼厲害 為什麼 也都向那些經歷聖靈 給人們去明白 為什麼 長時間的敬拜 這麼好 有些 我參加過的特會 他們真的敬拜 整個小時 或者更長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一路敬拜 一路討告 這個是聖靈 圈子的其中一個特色 有很多人在強烈的敬拜的時候 經歷聖靈的工作 被神更新改變 OK 我們今天解釋的主要 就到這裡 就是說 讓我們看到 就是 原來當我們 我們今天有說到 就是 刺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 就是說 悲哀的人 可以有神的冠冕 成為一個榮耀的人物 取代灰塵 還有 是可以有喜樂 湧流出來的 取代他的悲哀 而實際的方法 怎樣有喜樂呢 我也有之前提及過 就是整個心靈 耶穌所說的 心靈誠實敬佩 整個心靈放鬆 從心靈的深處 湧向神 一種讚美 在心裡呼叫出來 這個呼叫只是一種幫助 就是一種幫助 是幫我們用心靈發出 我鼓勵人 就是用心發出 就是由心底處去呼叫耶穌 阿里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在心裡發出 阿里路亞 有些人 即時就會有喜樂 有些從未經歷過的 他用這個方法都 經歷到喜樂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的心 鬆了 即是沒有東西在驅緊 而整個心靈 湧向神的時候 神也都能夠很容易 進入他裡面 充滿他 所以他就在那時候很容易 經歷起落 那我曾經帶領那些聚會 去到那些地方 我幫一班人 去帶領他們 去祷告 放下所有煩惱 呼喊耶穌 呼叫耶穌 不一定要大聲的 從心底處叫出來 就是一種方法 不是一定這個方法的 可以從心底愛耶穌 不出聲都可以的 在心底愛耶穌 所以他都可以即時經歷神的喜樂 那我試過帶領 是一班人一起 經歷很大的喜樂 那我也都試過 我帶領聚會 就幫些人祈禱 他們有些經歷喜樂 我就說你要保持 你要多些祈禱 你保持 那你以後就會持續 保持這個喜樂的靈 是很有幫助的 為什麼很有幫助呢 第二天有憂傷 你一祈禱 立刻你可以有喜樂 擁留 第二 你會更加容易 經歷到神的同在 就是你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會 當你一祈禱的時候 即時喜樂擁留 你自己會知道 神現在與我同在 越投入 喜樂越擁留 或者神的能力越擁留 就讓我們知道 神真的強烈與我同在 有些人質疑這個 我們就很簡單 你用一個方法說 奉創造天地的真神的名 奉耶穌基督為世人 釘實節駕的耶穌基督 奉聖父聖子所差印的聖靈的名 我們祷告 所有不屬於神的邪靈都要離開 我們現在歡迎耶穌 歡迎天父 臨到我們當中 當我們歡迎的時候 依然是喜樂 就證明是神的工作 如果有些人說 這是邪靈 那就是說邪靈比神更厲害 我們奉耶穌的名 我們又悔改信教耶穌做救主 而我們去親近神的時候 居然是邪靈來 那我們就回答 怎麼會邪靈比神更厲害 這個神呢 這次我說的就是 有些人經歷聖靈的喜樂 很喜樂很厲害 不斷地笑 其實他可以停的 隨時一停可以停到的 不過我通常不會叫他停的 因為他初經歷的時候 他越保持越好 不過過了兩個星期之後 我回來問他 我說你有沒有這個喜樂 沒有了 那我問他你有沒有祈禱啊 他說有 那我祈禱多少啊 一天幾分鐘 那我提了你的 起碼真的每天半個小時 你想保持這個喜樂的心 起碼用一些時間才可以的 你如果只是一陣的祈禱 和不投入的祈禱 是會失去的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經歷喜樂的時候 我怎樣做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幾個月 在一個聚會 我是很大的喜樂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禮物 那我就在整個聚會 是投入的愛神 我發覺一愛神 神的喜樂就臨在了 一愛神 神的喜樂就臨在了 我就持續 一路愛神 一路讚美神 神的喜樂就很大的臨在 那我就 然後我就搭車回家 我就 在這個途中 我也不想停止 但是呢 我就 在 車的路程 我也在笑 不過不出聲 那有些人說 為什麼笑可以不出聲呢 不經過聲帶就不出聲了 那現在你們聽不到我 所以我沒辦法能夠示範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我笑 少少聽到一些聲音 我可以完全不用聲帶 好像譬如打喊路 打喊路的禮貌 有些人打喊路 為什麼 周圍的人全部聽到 其實可以打喊路 不用經過聲帶的 那些氣出帶就沒有經過聲帶 但是有些人以為 一定要經過聲帶 那喜樂可以不經聲帶 就不會大聲的了 只是有氣出的而已 好了 那我在途中一直都是這樣 由我回到家 我仍然 那時候已經很厲害 我仍然不斷地保持 因為我不想失去了這個喜樂 我翌日起床就立刻保持 可以天天保持 就一直保持到今天為止 那我希望大家 在你經歷聲明的時候 都這樣保持 有什麼益處呢 第一 我們有重擔煩惱 可以即時經歷喜樂 第二 我們敏感到聖靈的臨載 就是要留意到 咦?我現在又起落了 有能力 有平安興灑 輕飄飄 身體搖動 就是神的同在帶來的果效 果效 記得是神同在帶來的果效 就不要說這個是神 這個是神同在帶來的果效 那就可以為人祈禱 幫他們經歷喜樂 就是很多人都想有喜樂 幫他們脫離重擔煩惱 可以得到喜樂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都投入 讓我們經歷喜樂 並且保持喜樂 如果你有喜樂 你保持 亦都可以的時候 一天多些時間在喜樂 不過 就是要 顧念到家人 就是你不要在家人 就是這樣 就哈哈哈哈 一天這樣笑 他們就說你傻了 那我們 就是可以不用聲解 或者是自己的房間裡面做 或者他們不在家裡的時候做 為什麼 常留在喜樂中有幫助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 聖靈充滿的程度加強 以及隨時一想到神 馬上有喜樂 臨在 我們更加容易 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就是為人祈禱 是明顯有更強烈的果效 就是對我們本人有益處 對於別人也都有益處的 這個是我們希望大家都學習 操練這件事 還有多讚美神 神的同在加強 就會醫治我們憂傷了 好的 階級我所說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 尤其關於喜樂的方面 尤其關於喜樂的方面 有沒有人有些問題想問 有一個問題是關於 有一個問題是關於祈禱的 剛才你說祈禱的 嗯哼 你說祈禱 就是最好就是 每一天或者多做 那你說最少半個鐘 那怎樣來祈禱半個鐘呢 即是中間包括讚美 阿神啊 我愛你啊 喜歡你 加上很多的 就是那些祈禱的list 祈禱半個鐘 怎麼做到呢 牧師 祈禱呢 你第一 不要想著是 我要講什麼 講什麼 講半個鐘頭 你這樣想呢 祈禱就會成了一種壓力的 因為聖經講到愛神 愛神呢 神是愛祂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就是 神就會祝福了 所以我們想到 我們親近神就是愛神 即是說 神你這麼好 我感激你 以神為樂 所以呢 我們祈禱的時候 聖經有講到 當我們 愛神的時候 祈禱為我們預備 我們想不到的恩典 即是說 祂就會回應我們的需要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不是一定要講出那件事 其實 我本人 我有很多的幫助 是我沒有祈求 而神為我預備 當我們聽神說愛神 親近神 神就會給我們 所以我們想到祈禱 不要想著 我要講什麼 要想到什麼花 即是一些很漂亮的說話 不需要這樣想的 我們可以想到 多謝耶穌 讚美耶穌 感謝天賦 阿利利亞 即是說來講幾個都不重要的 或者心裡面 好喜悅神 都可以的 那這個我是講到 保持聖靈充滿 當然如果你想追求聖靈充滿 更加應該是專心 祈禱一段時間 即是這個是 是必然的 即是譬如你 一個人祈禱只是五分鐘 根本他 有很多人都沒有進得到那個狀態 所以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討告 專心討告 亦都可以做什麼都一路討告 一路拆牙、洗碗、走路、搭車 都一路 心一路讚美神 不需要大聲說出來的 心靈裡面 愛神、感激神 我講到有四種祈禱 建立關係的 第一就是 恩典的祈禱 宣告神的恩典 神怎麼愛我神 神祝福我 神幫助我 這些我們可以經常去想 神你真的好 你經常都祝福我 幫助我 在我身邊有奇妙計劃 第二種就是 敬拜的討告 就是由我們向神 恩典的討告 由神向我們神做 敬拜的討告就是由我向神 我去感謝神 我去讚美神 我去呼叫神 我去親近神 依靠神 我亦都加上一些 感性一點的字眼 就是我 叫神 我歡喜神 我需要神 因為這些觀念 雖然聖經沒有用這些 直接的字眼 但是呢 其實那個觀念 是聖經是有的 另外呢 就是互動的祈禱 就是我一路祈禱 我一路深信神 很歡喜 神會回應的 神會祝福的 就是一路祈禱一路深信 神會祝福的 神喜悅的 神一定加力給我的 然後呢 就是 另一個就是 毀身的祈禱 我毀身 完全的跟從神 我願將生命獻上 所以 如果你想想到什麼內容呢 這四點 恩典 宣告神的恩典 第二 就是敬拜 我們向神的 敬拜讚美 愛慕 感激 第三 就是互動 其實互動和其他一齊 就是我一祈禱 我就深信神 一定回應 一定祝福 第四就是毀身 我願意 將生命獻上給神 完全 放下自己的不好的東西 完全 聽神的話 那你都當然 加上 那這四樣 是建立關係 和神建立關係 也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聖年充滿的 另外當然 我們應該有代表 就是為到 國家 為到教會 為到人 去祷告求神 去拯救他們 也祝福 基督徒有能力去傳行福音 有神 猜派工人去收他的莊架 那 但是 你不用每一次想想想想想 有什麼內容 就是心愛慕神 OK 好 有沒有回答到你 有 明白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問的 尤其關於喜樂 那裏 因為有些人 萬一我們中間有些人未明白 可能你會 不知道 這樣你們可以 可以 問的 OK 如果沒有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放鬆的人 我們投入 你可以方便的話 你可以站起來 放下 那些重痕 煩惱 你可以在這個邊邊 一邊 跟著我 去呼叫耶穌 去感激耶穌 有 試過有人這樣問我 他說 耶穌是 龍的嗎 為什麼你經常叫耶穌呢 就是 人的反應很多 就是 什麼反應都有 我說 不是耶穌龍 是我們的心味道 我們呼叫耶穌幫我們的心 歸向耶穌 就是當我們呼叫耶穌 阿里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是幫我們的心開放 不是耶穌是龍 我們其實沒有出聲 我們的心歸向耶穌 耶穌都知道 OK 好 大家站起來 也都留意聖靈的臨在 當你祈禱的時候 覺得有平安喜樂 興省 有力量 那就是神去祝福你 我們就感激神 也都越投入 你越投入 你發覺神的力量越大 你越投入 我一講祈禱 我自己整個人都反應 馬上有反應 我心靈真的馬上有感受到神的同在 好 大家一起投入 去愛慕神 感激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主耶穌你是美善的神 求主射臉 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有任何的污衛 求主射臉 我們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求主結靜 讓我們整個心靈都愛慕神 神啊你真美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天父你是美善的 我們歡喜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讚美你 神啊你一切的作為都是美善的 你憐憫我們 你拯救我們 你的聖靈在我們心中感動 呼召我們去親近你 多謝天父 神啊我們多次軟弱犯罪 但是呢你都沒有丟下我們 你繼續感動我們悔改 叫我們全心跟從你 我們全心跟從你必定蒙福 聖經廣道如果我們遵從 聽到神的話 而遵從的人 就好像一張房子蓋在盆石上 那就雨淋水沖風吹 都不能夠撞到這個房屋 他的生命也都是全然的蒙福 求主幫助我們 尊心養賴耶穫華 尊心愛你 感激你 遵從你 榮耀你的聖明 願你的名 被清重 主耶穌 多謝你 求主幫我們放下 那些煩惱 所有的憂傷煩惱 不開心全部放下 所有的重淡放下 所有的不開心放下 所有的壓力放下 因為神會幫助我們 耶穌的壓力很容易 你的淡子是輕散的 因為你負責一切 你會幫助我們 所有的事 你都會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煩惱放下 去時時用愛慕神的心 呼叫耶穌 去親近耶穌 多謝耶穌 啊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歡迎耶穌 我愛耶穌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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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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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我耶稣, 耶稣愛我,耶稣啊,耶稣愛我,耶稣啊,耶稣啊,勃你不用力氣姐姐來,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歡迎耶穌,我們感激你,我們讚美你 多謝天父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求主與我們同在,求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願你的命被尊崇 願你的命被高舉,求主幫助我們心靈得醫治 因為你是來治好傷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赤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喜樂遊,代替憂傷,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求主幫助我們的整個心靈都歸向你 給你更新改變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有神萬事足,有耶穌真好 感謝耶穌,有耶穌真好 求主的聖靈充滿我們的心,更新我們 洗淨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的生命 安靠四年,沖滿我心 安靠四年,死放我 安靠四年,用花我心 安靠四年,恆求聖靈改變我 多謝天父,恆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的生命,釋放我們 融化我們的心的光硬 更新我們的生命,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Hallelujah!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使用我們,賜給我們的動力去傳福音 賜給我們的動力去拯救人的靈魂 賜給我們從上頭而來的能力 叫我們為人討告的時候 多人會經歷神力的安慰,醫治,釋放 幫助他們生命更新 主耶穌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可以為你做更大的事 你所做的事,我們都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求主,施印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榮耀,還讚歸給天父 Hallelujah!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Hallelujah! 求主的聖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更新我們 幫助我們整個人投入去愛慕你 全心愛慕你 全心感激你,歡喜你,讚美你 Hallelujah!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求主的聖靈更新我們 充滿我們 使用我們 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Hallelujah!多謝耶穌 來到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門 Hallelujah! 有沒有人有回應? 在祈禱的時候 你們能不能投入到 有沒有經歷神 好像進入更強烈的同在 感受到神的臨在 很舒暢 嗯哼,很舒暢 感謝主,多謝耶穌 那我希望大家經常都在這個狀態 儘量,時時都留在這個狀態 時時去親近神 OK,好 好,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呢,我們就今天到這個為止 OK,好 祝福大家,有問題可以在群組發出的 幫助我們時時刻刻 一邊做事,就算你在做上班 我們的心都可以一邊喜歡神 都是一種祈禱,喜歡神 在心裡一邊做事,一邊喜歡神 在做事的時候,都一邊想著耶穌 這樣你就更加做得好 更有力量,還有時時有神的同在 祝福你 祝福大家在做什麼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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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